男孩用魔法复活死去的父亲 没想却招出来半截身子 把父亲给坑惨了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 皮克斯最新奇幻动画 二分之一的魔法 故事发生在一个魔法世界 在那里巫师们掌控着强大的魔法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类逐渐用科技取代了魔法 最后古老的魔法被大家给逐渐遗忘了 只有少部分人还保留着魔法天赋 男主角约恩是一个很没自信的男孩 哥哥巴黎的性格 则与他截然相反 总是自信满满 而且热情洋溢 由于父亲早逝 巴黎在伊恩的生活中 扮演了不少父亲的角色 这天是伊恩的16岁生日 放学回家后 母亲从阁楼上拿下了一个长条包裹 说这是父亲的遗物 父亲交代他 等两兄弟都满16岁的时候 就可以打开这个包裹 两兄弟打开包裹 发现里面包着的居然是一根巫师法杖 包裹里还留下一封信 信上记载着 能让死人附生一天的重生众 魔法弥巴黎看到父亲的信件 整个人瞬间兴奋起来 他将包裹里的凤凰宝石取出来 放进到法杖里头 然后开始施放浮生咒 然而尝试了好多遍也没有效果 看来巴黎并没有魔法天赋 晚上伊恩默默的念叨起信件上的咒语 没想到法杖居然真的具备了魔力 直见父亲的身体逐渐生长出来 但是正当魔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凤凰宝石却不堪重负 整个炸裂了 等兄弟俩回过神来 发现父亲真的复生了 只不过就剩下半截身子 为了让父亲完全重生 伊恩需要再次施咒 但是由于凤凰宝石碎裂 法杖失去了魔力 他们得先找到一块好的凤凰宝石才行 这时巴黎打开了他的收藏匣 里面是一大堆的魔法卡片 上面记载了凤凰宝石的所在地 为了让完整的父亲复生 两兄弟决定踏上寻找宝石的冒险 为了防止父亲吓到别人 两兄弟还特地给父亲安了个伪装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冒险的第一站 歇尸酒馆 他们需要从老板歇尸手中 拿到凤凰宝石的藏宝图 传说中勇猛的歇尸 这时已经被生活压成了一个油腻老板 很快两兄弟就在酒馆里发现了藏宝图 但是歇尸却表示 他们不能拿走藏宝图 巴黎表示他们需要藏宝图去救父亲 歇尸却坚持 他不能送两兄弟去冒险 伊恩没有办法 只好用过去的冒险大王歇尸 来刺激已经转行的歇尸老板 被勾起回忆的歇尸 瞬间变成一头雄狮 整个酒馆被他的怒火烧毁 藏宝图也在火灾中化为灰烬 两兄弟赶紧逃跑 但是父亲却被落在后头 就在找不到方向的父亲 要被横梁砸到的时候 伊恩的魔法潜力再次被激发 他挥动魔杖将横梁定住 总算把父亲给救了出来 之后两人又开车上路 伊恩问巴黎 没了地图要怎么办 巴黎却拿出一张 简易版的儿童地图 就这样 两兄弟顺着简易地图的指引 再次向前方进发 谁知车子开的半途却没油了 这时巴黎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让伊恩用魔法把油箱变大 这样一点点的油 也会被成倍放大 但是没想到伊恩过于紧张 最后油箱没变大 反而把巴黎变成了一个小人 两兄弟只好去加油站加油 在那里他们遇上了一群飞银骑士 还和飞银骑士爆发了冲突 两兄弟赶紧跑路 飞银骑士在后头紧追不舍 最后伊恩一个急速飘移 总算甩开了这群烦人的小虫子 但是由于这处途中各种违章行驶 警察很快就追了上来 于是伊恩又动用魔法 将自己变成了半人马警长的样子 就这样成功骗过了警察 之后两人继续上路 经过一夜的行驶之后 两人遇上了一个悬崖 吊桥被拉了上去 两人无法同行 巴黎告诉伊恩 现在只能用魔法创造出一座 无形之桥才行 而无形之桥需要伊恩克服恐惧 相信自己 在巴黎的鼓励下 伊恩一步一步向前迈去 刚走到一半 伊恩身上的安全绳就松开了 此时的伊恩还浑然不知 巴黎在后头让伊恩赶紧过桥 不要回头 调避的伊恩在最后关头 忍不住回头向巴黎炫耀 这一回头 直接把魔法给吓失笑了 好 在伊恩抓住了悬崖边缘 这才成功抵达对岸 之后伊恩放下吊桥 巴黎也顺利渡过了悬崖 两兄弟准备继续朝 传说中的藏宝地前进 这时半人骂警长 却开车赶了过来 警长打算送两人回家 伊恩假装顺从 然后上到车上开始狂飙 警长叫来警力 在后头穷追不舍 最后两人又驶到了一处绝路 眼看警察就要追到 巴黎让伊恩用魔法封路 但此时伊恩的魔法却一直失效 巴黎没有办法 他伤心的告别了自己的爱车 然后又爱车撞碎山石 挡住了警察前进的道路 没有了汽车 两兄弟只好徒步前往藏宝地 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地洞之中 两人顺着河流来到了最后的关卡 此时父亲附身的时间 只剩下两个多小时 巴黎和伊恩缓慢前行 这时从山洞上面 掉下了一大团凝胶魔方 两边墙壁还不时有箭矢射出来 就在危机关头 伊恩再次运用魔法 从陷阱上面走了过去 接着两兄弟来到了一间石室 石室底下不断有水冒出来 他们需要踩住石室底部的图形 才能打开上面的门 然而根本没人能潜水那么长时间 这是两兄弟想起了半截身子的父亲 他们让父亲潜到石室底部 踩住图形 终于从石室中逃了出来 历经简单的两人以为 自己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开心不已 然而伊恩推开地洞上方的石板后 却发现 他们居然回到了念书的学校 此时父亲附身的时间 已经所剩无几 失望的伊恩抱怨巴黎 带着他瞎折腾了一圈 接着便带着父亲独自离去 他与父亲来到海边 想起了一路上的种种经历 想起了一夫一兄的巴黎 从小以来的陪伴和帮助 心生愧疚的伊恩 打算回去给巴黎道歉 这时巴黎也在学校前的雕塑上 发现了凤凰宝石 但是他并不知道 凤凰宝石底下 镇压着一只被封印的巨龙 宝石被取走后 巨龙从封印中挣脱出来 苏醒了巨龙第一时间 盯上巴黎手中的宝石 就在两兄弟逃命的关头 母亲骑着仙师赶了过来 仙师和巨龙展开了一场大战 最后还是不申被巨龙意味 把扫成重伤 母亲接过仙师的巨剑 将巨剑插进了巨龙背脊之中 一旁的伊恩用凤凰宝石 继续召唤父亲 但是没多久 巨龙就摆脱了母亲 再次朝宝石靠近 巴黎打算过去将巨龙引开 伊恩却站了出来 决定由自己引开巨龙 刘巴黎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 之后伊恩就挥动手中的魔杖 和巨龙展开了对决 然而并不是巨龙的对手 一旁的母亲将巨剑扔了过来 伊恩运用魔法 终于将巨剑插进了巨龙的心脏 石头巨龙就此粉碎 而伊恩却被石头挡在了外头 只能远远看着父亲的背影 随时的父亲总算长出了整个的身体 只是一天的时间也走到了尽头 伊恩看着父亲与巴黎相拥在一起 就这么消失在尘埃之中 影片最后巴黎从石头那边爬了过来 他紧紧的抱住自己的兄弟 告诉伊恩 这一抱是替父亲抱的 古人说长胸如腹 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吧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新兴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 by bwd6